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營養師有話素素說系列 營養師呢 自己接觸到的一個年齡層 不管是長輩 年輕人 還是孩子 甚至呢 是我自己的好朋友 他們呢 都會常常的食用這個加工肉品 那常常到底是多頻繁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普遍呢 是在早餐的時段 有可能呢 你會使用這個培根蛋餅啊 燻雞蛋吐司 或是火腿漢堡 這類的東西呢 如果你常常做一個食用 會發生什麼問題呢 我們一起往下看吧 你好 請問營養師 什麼是加工肉品呢 加工肉品呢 指的是它透過風乾 或是鹽鹽 發酵 糖漬 或是風乾等方式呢 來增加保存的一個期限 或者是呢 增加風味 那舉例來說 可以常見的如 培根啦 燻雞 火腿 熱狗香腸 肉鬆 這一類的呢 都可以算是加工肉品 這些加工肉品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這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呢 已經於2016年 把加工肉品呢 列為一級致癌物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國際癌症機構呢 依照對人類或是動物的一個致癌程度呢 來做分級 而加工肉品呢 則屬於第一級 也就是對人類為確定之致癌物 而之所以呢 會將其分類為一級致癌物 其實是呢 專家發現 當你每天攝取50公克加工肉品 也就是呢 相當於一條熱狗 或是香腸 或是兩到兩片半的一個火腿 而你的大腸癌的罹患風險呢 會增加18%這麼多 我應該選擇什麼樣的肉類呢 根據國民健康署公告的每日飲食指呢 我們呢 其實可以選擇豆魚蛋肉類 作為蛋白質的來源 此外呢 也建議大家 在吃這一類的食材時呢 依照以下的優先順序挑選 會更棒喔 而營養師也提醒大家 烹煮方式也相當重要 盡量呢 避免油炸方式喔 來稍期請大家一起來正視這個問題 減少加工肉的一個食用 因為呢 我們還有非常多蛋白質可以做選擇喔 那這樣健康的話就會更加分喔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一起關注呢 下一集的營養室有話要說 掰掰 並讓大家一起吃 最好的感覺 burgrum 是不是 危險 有 現在